有些人认为炸弹机是充电就会爆炸的手机 其实不是的 你们那也太吓人了 炸弹机就是你花3000块 买了个256g的苹果叉 确实个价值1000多的组装机 主板维修过一直重启 屏幕和外壳都是国产的 用几天就卡屏 甚至256g的内存都是扩容的 然后碍事一查还是全绿 这种有很多暗病一次充好的手机叫做炸弹机 做这种炸弹机的人很多 各大网络平台比比皆是 他们在二手机批发市场 专门回收大花机等劣质机器 然后翻新出来 以刺充好 专门来炸小白消费者 那如何有效避免买的炸弹机呢